美国疫情趋缓经济复苏 也代表就业市场需求量大增 尤其是基层劳工 现在是缺很大 还有医护人员 现在也是人力相当的吃紧 那么有专家就指出 这跟疫情大流行以来 美国移民减少有关 从2018年到2021年 以工作绿卡移民 或者其他非移民类的签证 通通都有大幅减少的迹象 尤其是去年的非移民签证 仅有279万人 数量不及2018年的三分之一 不过就由人力短缺 是否跟移民减少有直接相关 移民律师反驳这个观点 整个美国的移民系统 它是非常强调说 它要筛选好的人 对的人 它想要的人 那它想要 并不一定能够应急 现在市场的需要 所以比如说 今天有些比较蓝领阶级的话 它没有一般的教育背景的要求 那这样子的话 就很难去拿到合法的工作签证 律师指出美国基层劳工短缺 并非依赖移民就能解套 恐怕还得靠美国自己解决 而另一个缺工严重的焦点 就是医护人员 再加上两年来的疫情冲击 不少人选择放弃危险度高的职业 新人也不愿投入 使得人力问题雪上加霜 医疗机构想尽办法自救 撇除一名选项 目前医护类人才 并无专属签证可赴美工作 仅能透过大家熟知的工作签证 H1B与所有职业公平竞争 加上每年仅有8万5千个名额 今年更是高达有48万人参与抽签 想靠外来人口补足医护人力 机会渺茫 要为了某些行业去开特殊通道的话 过去有没有过 有 有没有可能未来去开放 这样子的一个通道 有可能 目前的话我们都还没有听到说 华府有这样子的动作 只是有很多民间 大家试着要观说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通道可以走 美国当地专家分析 疫情之后工作机会增加 劳工有更多选择权 也加大谈薪空间 根据官方数据 加州已经恢复疫情期间 失去的246万多个工作岗位 加上政府发放的各种补助金 都已经结束 意味人们手上能花的钱 越来越少 在外来人力尚无法及时补足之前 当地民众是否愿意重返职场 还得再观望 欢迎新闻特派姐陈丽婷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还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